可是像牛仔 那我這一次 這是我唯一的一件 就是是丹寧的 丹寧的 對 就是比較正式的一件 牛仔的外套 我想說我可以上班可以穿 可是我又不知道 請問那個褲襪是丹寧褲襪嗎 我剛剛以為說 對 我剛剛以為它 我剛剛以為它靜脈驅傷 還是什麼 是有花紋 對 有花紋的 因為我穿短裙 我總想說要上班正式一點 穿個絲襪 我就會這樣搭這樣子 也比較好穿鞋 可是我又覺得我這樣穿起來 好老氣 上衣好像也比較短 而且這個樣式好像蠻過時的 我覺得不是溫春平的問題 溫春平代表有一大堆的 現在的女生 媽媽的問題 就好像時空膠囊 把妳停頓在那個膠囊 大家回去翻譯以前 溫春平在中央小姐的時候 妳可是時髦的不得了 可是很多都很敢穿 也許你可以把妳以前 復古的東西大概 爸爸媽的東西拿來 但是妳要用新的東西搭配 譬如說穿法不好好穿 這已經流行很久 夏日就會流行 不一定 譬如說妳配老爺鞋 這裡有一段時間 就是以前那樣的衣服 可能不會配老爺鞋 以前那樣的東西 可能不會配高跟鞋 就舊的元素再加新的搭配 跟穿戴方式 它就變成新的 明白 對 我的意思是說還是舊東西 對 好像大家都沒有看過 溫春平這個樣子 真的 然後 不叫我 我認不出他 真的 我都認不出他 因為對於溫春平來講 他的符號很清楚 永遠都是冷艷 性感 短裙 所以要放鬆這個布 沒有啦 那是法師 你不是我啦 沒有啦 所以要放鬆這個結構 老實講就是要有點傷腦筋 但是我覺得他發現它很快 零物力很快 追得很快 對 所以在整個結構裡面 我就讓它整個放鬆狀 我先講這件外套好了 這件外套其實它是一個 泰國設計師 現在非常紅 就是專門做很多的不對稱破裂 還有很多的不對比的 一些牛仔褲 衣服 它的衣服包括蔡林 還有很多的大明星都穿過 國外的很多巨星都穿過 這件是一個襯衫式的 其實它穿起來是這樣子 襯衫式 然後我們看 後面是整個開插到這裡 對 開插到這裡 然後整件的襯衫在這裡 它是完全是可以 就像你在歌仔戲 水繡符拉到這裡 然後我利用這樣的 不對稱的層次 就是打破它這整件衣服的樣貌 然後加了一個腰包 讓它整個潮流感 包括了鞋子的選擇 單凝 上面有一點點像高腰帽 你看這件衣服如果換成高跟鞋 大家會覺得理所當然 我覺得一定要勸 像這樣的女生 高跟鞋偶爾可以放到旁邊 這個是完全沒看過的溫催瓶 好 我在這裡 裡面還有6個溫催瓶 這給我看 我在這裡也有就是說 像這種血液裡面 你要潮流一點的話 我也會建議像這種連身的帽T 這種對這種來講 就是你可能從來沒有挑戰過 因為它不知道性感從哪裡來 腰身從哪裡 穿得很輕鬆 很自在 但是這個腰線你放心還是可以拉 你想要的弧度 利用這一件我可以利用一個外套 比方說像這件的外套 有沒有發現這件外套 它的外在哪 前面可以擺 最近也很可憐 還是可以擺 可以擺 像順身一樣 所以你可以大概綁一個結 好酷 然後側面還是留有這個 好看 口袋的這個 這個口袋的腰身 腰身的部分 然後在這裡 我們再配上帽子 十毛多了 從來沒靠這樣的溫催瓶 又小又年輕 又不是性感 這一套真的太殺了 豬身最好想給我 eki disorder 小又三 感谢观看